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膳食纤维具有非常好的作用 里面还有大量的钠可以帮助我们消除水肘 冬笋具有低糖 低脂 高食物纤维的特点 能够有效降低人体多余的脂肪 可以防止脂肪在体内堆积而导致的肥胖 并且还可以消痰化瘀 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也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冬笋肝寒通力 它所含有的横植物纤维可以增加肠道水分的注流量 促进肠道的蠕动从而降低我们肠内的压力 减少粪便类的粘度便于排斥体外 平时可以多喝一点荷叶茶 也可以加速排出体内多余优质 接着男性的年龄的增长 很多人都会出现身体各种小毛病 对于男性来说 前列腺炎是最易发也是最头痛的事情 那么前列腺疾病都有哪些症状呢 1.排尿问题 有尿贫、尿急、尿痛、排尿困难 2.全身症状 乏力、虚弱、厌食、恶心或败血症表现 那么你知道前列腺的危害有哪些吗 1.引发妇科疾病 前列腺炎会传染给伴侣 引发各种妇科问题 2.引发尿路感染 前列腺如果不及时治疗 会导致前列腺增生 对膀胱口造成压迫 3.引发肾炎或尿毒症 3.引发不愈 长期慢性炎症会使前列腺液成分发生变化 既然影响小蝌蚪的液化时间 导致男性不愈 建议男性平时可以多食用一些黑枸杞 对身体有一定的滋补效果 大蒜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蔬菜类食物 一般会被这样做调味料去食用 很多人也会选择直接食用 虽然说这大蒜看起来并不起眼 但是它是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的 经常食用对身体健康也有很大的好处 比如说 1.消炎杀菌 大蒜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大蒜辣素 在食用之后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 起到消炎杀菌的效果 如果有呼吸到感染症状 可以吃几瓣大蒜 能够起到辅助治疗的功效 2.预防糖尿病 大蒜中含有丰富的锡元素 对胰岛素的生成有很大的辅助作用 对糖尿病也可以起到防治作用 如以患有糖尿病 可以偶尔吃几瓣大蒜 能起到缓解糖尿病的不适 3.降低胆固醇 大蒜对血管清洁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其中的某些物质在进入身体后 对血脂以及体内的胆固醇有很好的控制作用 它可以防止动脉斑块堆积 防止体内出现血栓 起到降血脂的效果 对于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来说 吃大蒜可以对病情有一定的帮助 山楂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 它入脾胃肝精 其中还有丰富的山楂酸这种成分 能够利于帮助抗菌消炎 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而且还富含丰富的黄酮类物质 能够帮助提升血液循环 提高血液中红细胞的流动性 降低血液胆固醇 对于呵护血管健康也具有非常好的效果 山楂搭配一饱每天喝 血管干净了 体重也层层降下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各种各样的美食被端上人们的餐桌 如果吃太多的话 就会影响到身体脾胃的健康 陈皮也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材 它能够有效地调理脾胃健康 山楂和陈皮是甜生一对 如果将陈皮和山楂搭配在一起泡水喝的话 养生效果会事半功倍 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提高脾胃的消化和吸收功能 快速排出身体的毒素和垃圾 给你身体来个大扫除 肾脏是我们身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肾脏不好的话会使体内的毒素增多 当肾脏累滴到一定的程度的毒素之后 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小的负担 从而引发各种疾病 男人肾不好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平时多吃的三物 养护肾健康 佐真男人 绿豆 这里面还有丰富的磷脂类蛋白质 对身体的很多病毒都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不仅可以清热解毒 绿豆中还含有一蛋白霉抑制剂 也可以是很好的保护肾脏 黄膳 黄膳具有益气血 不干肾 强筋骨 去风湿等作用 冬季食黄膳 不但能够增强神功能 对人体血糖 还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具有较强的补养作用 能提高人体免疫功能 增强抗病能力 清口也被称为淡菜 是海产品的之一 深受大家喜爱 清口是一种双咳类原体动物 咳黑褐色 可治疗肾虚之腰疼 养胃难事要多吃 平时也可以多喝一些柠檬蜂蜜水 可刺激免疫系统防御力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